记者杨新惠台北报道,总统蔡英文29日将到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主持三军六校院联合B点,导致私立威格小学在当天停办休业时,改27日举行。 原本北市教育局昨下午对威格的决定表示尊重,晚上却改口要求威格照常举行,对此,曾灿金强调,是时间拆造成的误会非改口。 蔡英文29日将前往国防部三军六校联合毕业典礼,临近的文化国小,威格小学英维安问题宣布停课,但北市教育局昨紧急决定文化国小恢复正常上下课,威格小学的部分则要求他们照常上课。 曾灿金解释,过去像是孝庆不假,只需科长就能绝航,但这件事没一会导是升高为安的事情,应要有充分的讨论才决定,知道这件事后也立刻开紧急会议讨论。 至于为何教育局下午表示尊重威格小学的决定,晚上却改口要求威格照常举行。 曾灿金强调,由于中午及下午都在开会,导致消息公布有时间拆的问题,并非改口,其实就是误会。 文化国小原先停课的决定惹民怨,对此相关人员是否会遭惩处。 曾灿金说,台北市长柯文哲已经说不追究,但应透过这件事反思更进步,遇到这种事情时应该要有所警觉,认为这是影响范围大的事情,并非个案而是通案。